- 櫻花季的茭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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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ereena的廚房 今年的櫻花季很早就開始了 趁著櫻花還在飄落的時期 趕緊抓住櫻花季的尾巴 趕緊抓住櫻花季的尾巴 來做這一款和果子吧 花箭糰子 除了傳統的櫻粉和艾草 也可以用更常見 也更容易上色的草莓粉與抹茶粉來製作 那開始前稍微介紹一下花箭糰子吧 顧名思義 花箭糰子其實就是賞花時所享用的糰子類食物 是日本櫻花季不可缺少的典型 而糰子的三種顏色也有不同的寓意 最為常見的說法就是粉代表春 白代表冬 綠代表夏 唯獨缺少的秋天是因為其日文發音 與捲帶的意思相似 因此少了代表秋季的糰子 才是剛好完美的永不帶捲 是很可愛的小故事了 首先將溫牛奶和砂糖混合成甜牛奶 接著來做不同顏色的麵團們 白色的部分直接加入甜牛奶 並且輕輕攪拌成小塊 一定要一點一點的加入 根據糯米粉的細水程度慢慢調整 直到糯米粉基本都變成小坨 再用手捏成均勻光滑的麵團代用 過程中隨時用牛奶調整 避免開裂 再來是粉色糰子 加入草莓粉調整成自己喜歡的顏色深淺 要水之後顏色會變深一些 可能要多嘗試一下 才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顏色哦 接著同樣一點點加入甜牛奶 再揉成光滑的麵團代用 綠色和粉色的麵團一樣 也是加入抹茶粉調整顏色 接著同樣一點點加入甜牛奶 揉成光滑的麵團代用 揉成光滑的麵團代用 這次準備的三種顏色可以做四串小糰子 現在來燒一鍋清水 在等待沸騰的過程中來給糰子做最後的塑形 如果麵團剛才放置的有一些乾了 在塑形的時候要隨時用牛奶做調整 建議按照白、粉、綠的順序操作才不會混色哦 先確認麵團變得柔軟 再平均分成四份 每份都揉成盡可能同一大的小圓球 全部完成之後 在鍋裡的水沸騰時 按照白色、粉色、綠色的順序來煮團子 避免淺色的團子沾到其他顏色 煮團子時剛下鍋立刻輕輕攪動一下 避免團子沾在鍋底 等團子漂浮之後 再繼續煮兩至三分鐘就可以了 這時候將煮好的團子 撈進一碗可直接飲用的涼水 給團子稍稍降溫 不要用冰水 會讓團子變得過硬 影響口感 等團子都不燙了 就可以來準備串起來了 團子的黏度非常高 要保持竹籤和手都是濕潤的 才可以防粘 按照從下到上 綠、白、粉的順序 用轉動竹籤的方式 慢慢將團子串起來 頂部不要刺出來會比較可愛喔 我這次還有提前製作一些櫻花草莓果醬 來搭配團子 果醬不僅口味香甜 塗在盤子裡和團子表面 也會起到防粘的作用喔 非常有效果 接下來就是想用的時間啦 可以用蘸的方式 或者將果醬直接淋在團子上 不過最推薦的當然還是帶上花劍團子 帶著春日賞花的明亮心情 找一棵美美的櫻花樹 在野餐的氛圍裡 一口口吃掉它啦 花劍團子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就是甜甜的糯米團子 根據選擇不同的上色食材 會有很清淡的果香或者植物清香 然後就是糯米軟糯的口感 原味的牛奶團子是最軟的 沒有讓人驚豔的味道 卻更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在美好的花季沉浸在自然裡的時候 嚐一口這樣簡簡單單的味道 也是很美好的 所以這款和果子給我帶來更多的 是它的故事中儀式感的體驗呢 那麼這期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分享 可以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和訂閱喔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獲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支持